達人及速身衣挑選指南 掌握不踩雷三原則 全天下的女人高矮胖瘦不盡相同 但每個人愛美的心情都是一樣的 但其實只要穿上速身衣 你也能擁有女神級曲線 不過款式白白重 該怎麼挑才不會踩雷 就讓瑪莉蓮速身衣形象專員告訴你 挑選速身衣的話 基本上就是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就是 一定要是量身訂製的 這樣穿起來才會符合你的身形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材質的部分 因為一定要輕膚透氣 這樣你才容易可以穿得住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款式的部分 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 去挑選適合你的一個長度 瑪莉蓮的速身衣 我們都是量身訂製的商品 所以可以依每個不同客人的需求 跟在意的部位去做加強 因為其實如果說穿錯了速身衣 其實等於是沒有穿 就穿不好 基本上就是透氣性 然後包含輕膚性 因為其實現在女生皮膚都很敏感 所以其實在針對我們家所有的材質 都是獨家的baby fiber 我們最主要是達到就是說 完全是零減粗 如果說像一般來說 有一些媽媽是需要照顧寶寶 他們是用親衛的方式 其實連寶寶都在接觸到 都是很安全的 款式的部分以這一款來說的話 是我們家最熱門的款式 是連身長褲款 以穿著上來說的話 它也可以當成legging去做 平常的穿搭這樣子 那旁邊這一款的話 是屬於我們無間帶式的款式 所以平常如果說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衣服去做搭配的話 是可以選擇像這樣子的款式做穿著 對那以旁邊這一款的話 就是像剛才連身長褲的短板款 對那褲長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都可以依客人的需求去做定製 以局部的部分 我們還有另外有袖套的部分 還有腿套的部分 因為以袖套來說的話 可以針對我們手臂的地方去做雕塑 包含說後背的脂肪 可以去做到包覆 那另外小腿的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量身定製的 所以其實腿套的部分的話 可以把我們整個小腿的壓力都帶上來 可以在你平常可能像有靜脈曲張 或是水腫的客人都可以做穿著 復刊凍新聞好身材我來了 報導